话说谭一辆与一人的交战屡战屡败 此时的谭一辆正在和谭三元商量着对策 前方战是如何 那一人占了我们大卫三个村子 在前方扎营了 才短短十天就占了我们三个村子 说来也真是奇怪 近来我们的部署和阵法都没有问题 怎么就是屡战屡败呢 谭三元听后 眉头皱得更深 陷入了沉思 这时 一名侍卫走了进来 将军 殿下迎卖来了一辆马车 来人说叫谭四伦和谭若梦 四弟和小妹 怎么来了 三元我们去看看 四伦 若梦 你们怎么来了 如果我再不来 我怕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小妹 说什么傻话呢 我们只是打了几场败仗而已 而此时的谭三元却陷入了沉思 若梦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难道他记起以前的事了 谭三元开始紧张起来 走到若梦跟前悄悄问道 若梦 以前的事你都想起来了 若梦只是笑着看着他 没有回答 此时谭四伦突然说道 三哥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谭四伦把庄小蝶的事情说了一遍 公家不过是个小小商贩 不足为患 你们不用担心 是啊 这里是战场 太危险了 我送你们回去 有三元在 我们不怕 第二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带兵出征的谭一两 犹如大魔导师附体 所过之处 陨石坠落 砸得一人节节败退 最终一人选择了投降 这一切直接把打了多年仗的 吴大将军都看待了 签完一盒文书之后 谭一两忍不住说道 吴将军 你说他们这次投降 到底是真还是假 当时那个情况 不要说是他们 就连我都吓了一跳 他们肯定是吓破了胆 再说了 我们只要将他们打退出周江县 战事就算完结了 十天后 谭三元便跟着小弱梦 他们一起回了封平村 爹 娘 我们回来了 娘 庄仪 是我们的错 我们不该把妹妹们带到 那么远的地方去 没关系 人平安回来就行了 三元 你也回来了 是啊娘 那些人有没有来找麻烦 他们怕是没有机会来了 那个公家遭报应了 家里突逢灾祸 不仅家破了 还双双病倒了 日后怕是没功夫 再惦记这门亲事了 那真是太好了 这时 小弱梦突然问道 六哥 你这次服饰考得怎么样 你六哥是谁 自然是榜首 六哥可真厉害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六哥 晚上睡不着觉的谭三元 和弱梦六经一起来到外面看起了夜景 哇 今天的月亮好大啊 好美 而谭三元只是静静地看着月亮 没有接话 三哥 你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是不是有心事 啊 我在想一些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宜人那边想要和我们大卫和亲 打算嫁个公主过来 三哥 难不成皇上是想要你娶公主吗 这会弱梦也跟着紧张起来 谭三元沉默了一会转头 看向他们说道 皇上的确准备派了一个皇子来和亲 不过谭三元突然话风一转 微笑道 不过那人不是我 是不是被我骗到了 三哥你好坏 到底是哪个皇子 皇上打算让六皇子宣寒来娶这位公主 就是那个曾经赖在我们家不走的韩萱 听到这个消息的弱梦和六经对视了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 第二天一大早韩萱就来到了位帝的宫门前 父皇 我能不能不娶一国的公主 徐公公小声说道 六殿下 您还是回去吧 皇上是不会见你的 徐公公你就帮我跟父皇说说吧 我不想要娶公主 六殿下 奴才听说这一国的公主长得貌美如花 你怎么就是不愿意娶呢 徐公公我不想娶公主 我只想自由自在地种种地养养花 我的殿下呀 您这是说的什么傻话啊 皇上让你娶公主可都是为了你好 这娶了和亲公主就是替我们大位造福 有了这个借口 皇上再封您做个王爷 这一辈子可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有什么用 还不如种地养花来的自由自在 徐公公你就替我跟皇上说一声 就说我说什么也不娶 六殿下这话可不能说呀 若是皇上知道了可是要生气的 您不是想要种地养花吗 这跟您娶公主不冲突 您可以既娶公主又种地养花 哦 徐公公真的吗 真的可以娶了公主还能种地养花 没错你想想娶了公主之后皇上就会封你做王爷 到时候还会给你一块封地 你只要跟皇上说 选鹿州府作为封地 他就会派你去鹿州府做王爷 等去了那儿想要干什么不还是你自己决定的 哦 韩萱恍然大悟睁着眼睛思考着 等过了半想之后他乖乖地离开了 等着韩萱一走 魏帝看出头说道 他走了 回皇上的话已经走了 魏帝顿时也长叹一口气说道 你说朕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是专心皇位的 再这样下去就要厚集无人了 皇上你忘了还有三殿下 这老三最近都在干什么 一直也没见着他回京城 皇上三殿下自从去了封地就很少回来了 那行朕这就写道圣旨招他回来 是皇上 随后魏帝又写了一道圣旨 是关于谭义两的 这次收复失地 谭义两立了大功 皇上决定直接封他为建安侯 并且赐了平阳县一座大宅子给他 这大宅子一建就是整整一年 谭大妈和谭老爹高兴的不行 带着一家老小去看新宅子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